她是一个身高一米八二的女生 凡是看到她的人都会有种让人惊艳的感觉 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看上去十分可爱 人们也称她为上天的宠儿 她就是世界小姐冠军张子林 追求她的人很多 其中也不缺很多大牌明星甚至是豪门 甚至有一位身价30亿的大佬追求了她很久 但是都被张子林一一拒绝 所有人都期待她会找一个怎样的男朋友 谁都没想到她竟然嫁给了一个普通人 如今她过得怎么样了呢 1984年张子林出生于河北石家庄 爷爷曾经是教师干部 父母都是军人 张子林算是在一个文化底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 所以张子林从小成绩优异 从来不需要父母操心 而且她在体育方面还表现出惊人的天赋 因为身高比同龄人高出很多 老师推荐她去体育学校学习百米跨栏和跳远 1998年张子林在老师的推荐下 参加了北京市第十届运动会 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也在跨篮比赛中获得了好成绩 在她训练的过程中 还和刘翔一起接受过田径训练 但是久而久之 张子林发现自己对田径并不是很感兴趣 于是她毅然果断地放弃田径 优秀的人走到哪里都会发光 2002年张子林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考入北京科技大学 读大学期间 张子林凭借着自己的身高优势 经常外出兼职模特 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张子林参加了一个模特大赛 并且取得了总决赛前十名的成绩 成功进入总决赛 这也是张子林成为模特的起点 众所周知 成为模特不光要有较好的身材 和美丽的面容 还要有强大的气场 张子林面对自己的血点从不回避 及时解决问题 2007年 她在第57届世界小姐大赛中成为冠军 也成为了首位获得世界小姐冠军的华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耀 因为世界小姐会代表世界形象大使 参加很多公益项目 相当于代表了各个国家 在之后的一年里 张子林为贫苦人民发声 筹集到不少前 更令人骄傲的是 她在2008年成为奥运会火炬手 自此各种时尚资源和代言广告接踵而来 她凭借优秀的履历和较好的外表 吸引了不少追求者 其中还包括一位身价30亿的豪门大佬 大佬追求了她好久 张子林都不为所动 面对各种追求者 吃瓜群众都认为她会嫁入豪门时 但没想到的是 她却嫁给了一个小白领聂磊 张子林和聂磊相似于一色偶然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他们两个确定 对方都是自己想要的人 2013年 他们两个低调地举行了婚礼 张子林曾在采访中表示 财富金钱远不如爱和自由重要 这也是她拒绝豪门追求者的原因吧 当时聂磊的月薪只有三四万 这份工资 虽然和平常人相比已经非常不错了 但是却不能和张子林相比 在外人看来张子林实在是不值得 可是婚后的张子林 一起和丈夫养宠物 旅行运动 简单但是幸福 经常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生活趣事 2016年张子林女儿出生 这让简单的生活更加美满 而生活也没有辜负张子林 随后张子林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实力 赢得世界小姐主席和董卿的高度评价 也赢得我们这些吃瓜群众的尊重 张子林现在还在时尚圈经常出席一些活动 也出演过影视作品 拍过很多杂志 他一直低调行事 娱乐圈中很少有他的新闻出现 张子林还热衷参加很多慈善事业 他多次给某中学捐款资助贫困生 参加照片拍摄活动时 还会将照片拍卖善款全部捐给急需钱的人 也会经常看到他去福利院照顾儿童 张子林拍摄了不少的公益广告 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但他也不负众望的完成了 他也经常会去主持一些慈善晚会 在某些慈善晚会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和他一样的还有香港女星赛士曼 1975年赛士曼出生于香港 他从小家境优越 但是在他五岁那年 人生发生了一场重大变故 他的父亲因为交通事故意外离世 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没有了 赛士曼的妈妈只能挑起家庭大梁 这也让赛士曼比同龄人成熟了很多 成绩优异的他考入酒店管理大学 但是由于一直找不到心仪的工作 赛士曼看自己的女儿年轻貌美 就动用身边的人脉 让女儿参加TVB举办的香港小姐选秀大赛 当年参加比赛的人数众多 经历过重重困难 1997年赛士曼在香港小姐比赛获得季军 被经纪公司签约并进入演艺圈 刚参加完比赛的他正值青春 在比赛上一身古装造型 吸引了不少豪门大佬 豪门大佬开始猛烈的追求 但是赛士曼都拒绝了 在一次采访中摄士曼被问到 为什么取得不错的成绩后 没有趁机嫁入豪门 而是选择自己打拼 摄士曼则表示 从来不后悔当初自己的选择 吸引他的不是财富和金钱 而是有趣的灵魂 在演艺圈打拼这几年 即使摄士曼不是科班出身 但他凭借好看的外表一眼被选中 只是当时没有自信的他 并没有赢得观众的青睐 很多观众评价他是须有其表的花瓶 摄士曼没有被压力所打败 沮丧过后他重振信心 因为他相信勤能补卓 之后他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0年摄士曼凭借和张志玲的一部剧成功翻身 他一路向上出演了《倚天屠龙记》 他饰演的周芷若可谓是痛恨人心 这也说明观众为他的演技买单 摄士曼已经刷新了外界对他的认知 这一路走来事业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但是他的感情经历跌宕起伏 这一路有不少豪门弟子追求他 尤其是在瑞士读书的时候 摄士曼遇见了一位家境殷实的良人 对方对他也很好 但是摄士曼深思熟虑后决定回故土发展 所以放弃这段感情 或许嫁给这位良人的摄士曼就不用继续努力了 但摄士曼依旧清醒 此外还有几位大佬追求他 但是都被他拒绝了 现在的他依旧驰骋情场 他认为恋爱是很美好神圣的 自己也希望得到爱情的滋润 摄士曼一度表示温柔不是女人唯一的标签 要有自己的性格 特立独行不能靠男人 摄士曼的生活还很洒脱 他的一大爱好就是骑摩托 有好友评价他骑摩托时快准狠 是一个想做什么就能成功的人 他参加过一档做饭的综艺 过五关斩六将成功拿到冠军 谁能想到此前他是过碗瓢盆都不沾的人 摄士曼表示要活在当下 现在的这一刻永远是最好的 摄士曼能有现在的成就 一大半功劳来源于他的拒绝 他当初拒绝那些豪门追求 促使他成了现在更好的自己 张子霖和摄士曼就为广大女性做了很好的榜样 他们并没有被豪门财富所诱惑 面对无数财富时 一个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嫁给爱情 或简简单单的生活 另一个选择继续充实强大自己 可能在努力的过程中很累 但结果一定很美好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